第一个给我出来的观点叫做 写开我的演讲稿 快点快点 第一个演讲稿 第一个观点叫什么 环境是 你们听懂这是我的第一个什么 观点 我举完例子 你同意了之后 我就把它插起来 既然思想是原因而定是结果 所以思想里面的 主要的成分 叫做什么事 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叫前因子力量比意志大 所以我举了戒因的例子 我举了日本人妈妈的例子 是不是又把第二个观点 很容易得到你接受了是不是 我前两个叫启发性的 对不对 我接下来第三个 所以既然要改造前因子 我给大家两个方法 第一个要 第二个要 所以我第三个又举了一些什么面筋的例子 有没有 我说 好的 既然 我的第四点 既然 要相信重复 管道 视觉化 要这样做 我教你一些技巧 听觉化 要这样做 但是这样做 还是效果不好 所以要听这个闲心音乐 然后我举了一个故事 又一个故事 效果 我说还不最好的 我说 我有一个方法叫向运挑战 这个产品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不敢改造前因子才觉得不行 我讲到这里 基本上我刚刚那一段演讲 有没有大概四个关键 有没有 有没有大概有七八个故事 有没有 就组成了一个 产品介绍了 所以一般的产品介绍 就只会上去讲产品 我们的方法就是先铺关键 铺一个 两铺再铺一个 现在铺进去了 只要你每一条关键接受了 你制作会很容易接受这个产品 所以你要把这个产品分解 说他只要接受拿起的观念 就会加卖这个产品 你懂我没有 听懂我去说我看一下 好 请放下 最后 讲完产品 报价 报价完毕 要求成交 我们 现在 把拜拜门推开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我那一段讲话 我开始就说 你才能够带好 我教你我怎么做好不好 我演讲的证文 就是我听过的解决方案 有没有 有 观念加故事有没有 有 有自己的 有名人的 前面启发性的 后面讲 那一遍啊 原来后面也讲 有关于 餐厅吗 是不是 是 是 嫌疑是对付吗 有 有 什么发生 对付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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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讲一些小技巧的 好 请大家现在 吃饭钱 你的工作 做出一套 你的销售信念香港 列这几套 关念 列这几个故事 列他们看见 你怎么解释的故事 你大学生你列不了 你就列你想岁阻是别人干嘛 岁阻别人加入你的演讲 演讲 演讲社团嘛 对不对 一样 为什么不加入 上次放聚点 对不对 为什么拿一条关念 你要吸收资金 拿一条关念 好 要不要做出品 要不要不要 好 我觉得刚刚这个项银挑战别再买了 因为重点 重要的是 我只是示范给你看 这一段的讲话 的确能 成功的成交一些产品 是不是认识 对 所以你看到有效就好了 下次千万不要去买一个项银挑战 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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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卖了 对 真的 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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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为了做示范 那纯粹是我的一个示范品 但是是不是太太好了 都太好了 好 好不好 好 做出你的一段 你想派什么产品的 一个稿子 然后 辅导老师 你 确保 你们最少组在做什么 谁有的 这个稿子 我要知道 给有这个稿子的人 这个有优先学 上台 来讲 没有准备完美的这个稿子 那大家无法给优先上台讲 对不对 所以专心做我们的老师 专心看 我教了一整个下午 最好东西 也没有 除非你去练 好不好 好 好 行动 安静 不要讲话 一句话 到时候再进去 晚上 然后第一个 观点一 是什么 那就是一句话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有方法可以协助你的企业不断动达 你有兴趣了解吗 有 有 有的 我看一下 好 请放下 我现在 总结 四个观点 四个观点 但因为时间不够 我没有办法深入去讲够多的案例 我把四个观点马上告诉你 你觉得有道理 他就能帮到你 好 好不好 好 想要解的角色我看一下 第一点 大家跟我说一次 每一个企业的状态 每一个企业的状态 本质上 都是人力资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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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每一个企业的状态 是人力资源的状态呢 很简单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公司营销不好 就是营销并不够好 同意吗 如果你公司大客户不够好 总数问题 就是你没有大客户 服务主管 大客户服务精力 所以大客户不够好出问题 同意吗 同意 如果你没有办法国际化 就表示你没有国际化的人才 各位同意吗 同意 如果你没有做到全中国 就表示你没有全国的人力资源 对不对 对 我曾经有一次到河南郑州讲课 非常成功 很多人想听 后来 我在郑州 没有继续做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我郑州的代理商不做了 我没有够多的人力资源 派到郑州去接管当地的业务 所以当地的客户没人服务 当地的业务员没人培训 当地我没有办法继续赚当地的钱 是因为我当地的人力资源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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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个企业的重裁 本质上是人力资源的重裁 同一句说我看一下 请抱一下第二点 跟我说一次 每一个企业总裁 每一个企业总裁 首先应该是一个人力资源基地 首先应该是一个人力资源基地 为什么呢 你仔细想想看 你身为总裁 你首先的角色 是人力资源基地 你的高丸 如果动不动就威胁你 要你给股份 你有没有能力 有新的高管来比他 你的高管如果动不动就要求加薪 你有没有能力 告诉他 你这个职位的行情 现在只值多少钱 你要美金台 已经很高了 你的 员工训练 你的员工的绩效考核 全部在总裁来说 不懂能力资源很可怕很危险 能力资源是战略级的 任务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同意的举手我看一下 请放一下 接下来第三句话 大声说一遍 每一个企业 每一个企业 都是培训公司 你会说 诶 不会啦陆老师 你是培训公司 我不是啊 我是卖插头的 巨城市培训公司 我不是 我是卖美化的 错错错错错错 每一个企业都是培训公司 松下说 松下不是生产电系的公司 松下生产的是人才 电系只是我们的副产品 利润只是我们回报社会 自然的产物 各位 松下说它是 培训公司啊 麦当劳 麦当劳 不是卖汉堡 麦当劳 是培训公司啊 他上岗之后 每个人 在岗位上的工作 都有人在考核 不行再培训 岗位上的工作都直接在培训 他们有汉堡大学的 还有人有他的军校的 TCL 他的这个 学校 小公司过渡到大企业 最重要的一个门槛就是 你有没有自己的人力资源培训体系 各位同意吗 同意的角色 我看一下 小美容院跟大美中美容院的差别 是小美容院 就是招募 这个学校毕业的 大美容院有能力 开美霸美美容培训学校 生产大批的人才 对不对 所以源源不断生产人才的能力 我身为培训公司 听懂意思了吧 所以 每一家企业都是什么公司 培训公司 同意吗 同意 同意的去说 我看一下 好 请放下 所以请问 你的美化公司是什么公司 培训公司 培训公司 请问 你的美容公司是什么公司 埋训公司 麦茶投资是什么公司 埋训公司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公司壮大就会容易了 是不是 最后 我给大家第四个 来 第一个 复习一下 每个企业的状态 本质上是什么状态 第二个 每个企业总裁 都是什么经理 培训公司 第三个 每一个企业都是 培训公司 最后第五 第四个 每一家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 舍效 每一家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舍效吧 同一的举手我看一下 请大家帮演孙中山 推翻南京政府 然后 八国联军 还在 瞄准中国 希望能够从中国 东挂一块西挂一块 各地军堡 各去 农民啊 这都可以照看 所以 孙中山的战略 第一点 赶紧建立一个什么军校 建立军校的目的是 赶快帮助中国 稳定政局 赶快帮助中国 能够保护国家 不要再给媳妇了 稳住我 新中国 对 同一的军校我看一下 请大家 所以 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军校 这一点 我的意思很清楚了 你懂有你的培训体系呢 我从当初創业到2010年之前 060 70 809 这家公司 大部分都不管内部 都在做营销 营销 先把客人推出去再说 先把业绩做出来再说 然后 我知道内部有很多漏洞 这个人才也是漏洞 电脑也是漏洞 ID也是漏洞 各方面都是问题 制度不完善 薪水底细不完善 从2010年开始 我们立了一个口号 叫做2010年是我们的管理 归半年 然后每个月就花大部分的时间 精力金钱 在内部做管理 做到了后半年 我们终于花了好几年时间 想要推动的管理政规划 用一条战略实施成功了 就是我因为想要把我的团队给还好 所以我先把他们交好 交不是交他们赚钱机器 绝对成交 交是交他们TSE 斩钱机器是交老板创业的 绝对成交是交老板销售 交人销售的 TSE是什么 是打造职业经理人的 T代表团队 S代表系统 E代表执行 在这个团队中 怎样有一套很系统的执行体系 所以说每一个老板 心中永远的痛 全在TSE里面能解决掉 你没这么大之前 你想得到这些问题 你都在想市场 只要你稍微有点人才了 就会乱了 内部就会乱了 有各种问题产生 你只有三五个人没问题 你有一百个人 两三百个人 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 TSE专门针对正在成长的公司 不是创业 是正在成长的公司 解决内部问题的 我的二十倍单公众也说 大部分都在叫营销对外 解决外部问题 我的TSE全部都在叫对内 所以有外部的 有内部的 創作交易交外面 TSE交内部的 那我不打算靠TSE来盈利 TSE不是我们的一个商品 是我公司有太动靠的需要 就是要培养全国人才 所以我偷偷想 既然这些客 拿来培养全国我自己的创作神兵 有继承有东西有高神 为什么不让我的客户也来听呢 所以从2010年年中我到重庆 顺便把客户找来听听看 二 听我的感觉很好 2010年底 在深圳找我们的二十倍的少数学员来试听 听我的感觉很好 我想给王牌接班的人 他们感觉很好 他们去用 他们的企业内部用 感觉很好 交整了责任定位则的权利 交整了结果交换 拿换结果 拿换结果换结果 交整了实业化 不谈感情 只谈商业关系 交怎么去追踪检查 跟进目标大神 等等 所有内部的东西 我先交给我内部的有效 交给我客户的企业有效 交给王牌接班的人 使用有效 已经测试了厂大 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 磨牙石去练 你有听过磨牙石去练 有 用我的练研技巧 通通把它研究了 两三年了 放在TS里面 TS1 要被我内部开课 那开课了呢 那很多学员就说 我能不能来上 我说好吧 你来上吧 我就卖他 学习卡 这个 有买过巨城学习卡的 据说我看一下 多少钱一张 2万 2万 能上几人次 2万上屋线次 不是吧 巨城学习卡 巨城学习卡 买过的巨手 我看一下 2万能上几次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是 有80次的 最便宜的是 2万 2万 60多次 8到80次 是不是 好 TS1卡 1万 60人次 60人次 就是你一次送60个人就消耗掉了 你10次送165人也消耗掉了 任他不认人 2万 1百 30人次 三萬 多少 兩百人次 這次太高了 我們再重新講 每一個企業都什麼工程 培訓工程 那你自己去建立一個培訓部 那個培訓工程的人 一年 要雇用多少個講師培訓經理 或者是課程 你外面找老師來的費用多少 你隨便賺都大於這個錢 同意嗎 同意 你隨便賺都大於這個錢 所以說 現在不針對全國各地銷售 因為開個的地點 這個 決定了這個市場能開到什麼地方 因為 東北的不可能把員工每個月送到 深圳來上六十年吃 對不對 所以 TSLITA 只限在本城市 開課本城市銷售 好 所以深圳或珠三角一代的企業 你們想送來跟神兵一起送去嗎 如果你想送員工來跟神兵一起送去的話 我會給你一個課表 那什麼課是合計成員工 什麼課是合計成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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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課給行政員工 什麼課給工程都管上 什麼課給工程都管上 你照著標 送他們來 然後總裁你本人自己跟得到效果最好 為什麼 因為總裁常常上完課之後 回去覺得 哎呀我員工就這麼行 還想討整員工 有沒有聽話 有 員工也很煩惱 我們老闆每次上課 我來調我的 對不對 對 脫平了 你思想提升了 他們還停在原地 所以總裁看員工不睡 員工看老闆也不睡 總覺得 大家都看對方不睡 為什麼 你們沒有同頻 TS1最大的特點就是 你可千萬別以為 哪一張卡送員工來 我可以保證 你哪一張卡送員工來 員工照門都說不好 因為員工不想來 各位聽懂了沒有 你要用我們的方法 他才會來 什麼方法的第一 剛才是你本人帶他們來 所以他們看到 你也在學 他們也在學 他們首先 會比較投入 你坐在那邊學 其實很有用 因為裡面的內容 全都是幫你灌出 這個 企業文化的 舉個例講 你回去跟員工講說 現在靠不得你 他不是要發你五千元 靠不得你三點 他不是要做什麼樣子嗎 他們的神兵 三點八點 神兵還是開會了 他們說 你要是像我這樣我就會看 對不對 你沒有打算那個頭腦 你的環境 還做不了這樣的管理 所以一起來聽 能讓他們的思想一直同品 最終才要改變東西來 為了同品而學 聽懂嗎 聽懂嗎 那學回去你怎麼落地呢 你就說 杜老師今天講了這樣 我們同意嗎 都同意的話 就讓我們牧師 該怎麼做 我們 你就推動 今天我講的東西一點點 然後每月來 又聽完 你就推動一點點 我保證我講的全是你希望我講的 我講的全是你希望講的 你不會講 你希望我不會講 好還不好 好 我講的不一定是我 是我的講師團 講的全是你希望我講的 你希望我講的 所以這個要老闆跟他來一起學 老闆教你一個方法 下次可以在哪些人來學 不可以在哪些人來學 你內部都有一套破例方法 比方講 舉例 製造稀缺 只讓出業績的 只讓優秀的人來學 而且你公司有十個人 就只給三個機會 有二十個人就只給六個機會 你懂有沒有 你不能說大家都來啊 你又來啊 效果反而不好 讓少數人來 來挖回去以後 他改變 他被獎金 別人就想真的來 有沒有聽懂 有 信用法則 我教你一套方法 我導入一套方法 那我來幫你內訊外包 內訊外包 內訊包給我們TS1 這叫TS1學習卡 聽明白的句話 我來講 好請大家接著 那我在重慶有根公司 我在蘇州有根公司 我在廣州有根公司 我在廣州有根公司 我在北京 我在各地有根公司 有我們公司的地方 我都想讓他們 神兵 也上TS1 但是各位會發現 欸 怎麼來深圳我們的神兵特別好 我去你的其他地方上課 你的神兵好像沒那麼好 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的TS1 還沒到達我內大部公司 我也不可能要求他們每個月 跑來深圳上課成本派 好 所以我也想把我的TS1系列課程 搬到楚庆 搬到蘇州 搬到上海 搬到北京 所以什麼 所以我需要在全國這麼多地方 開這麼多家 TS1的分公司 在當地 目的為了 就沒有我認猜的 所以當地如果 到時候一開 你們當地的這個 你們系列就可以一起來參加了 這樣好還不好 好 那有人說 可能快點來開 不能 因為 我內部訓練得出這麼多人 才能快點過去 我內部還沒這麼快 訓練出這麼多人 大概每兩三個月可以開一家 兩三個月可以開一家 但我失贏太慢了 乾脆還放家後 各位 你做一個行業 應該要做投入少的 會爆大的 投屏嗎 會 你不存大 更好 同意嗎 同意 跟這個行業的頂尖人物合作 效果更好 同意嗎 同意 黑群行業 東路小 全國大 林庫水 我是頂尖人物 對 你賠不了誰的情況下 只賺不賠你願意嗎 會 好 所以我就開放家偶 那第一家偶的無錫實行 就立刻做不到家偶 他什麼行業都沒做過 我怎麼讓他想通啊 所以呢 我回來就想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想了一兩個禮拜 出了一套加盟方案 接著 重慶 我們的那一位 李總 李總 他說我要加盟 他有一點資源 他本身是做了一點資源的 所以說 那我就把他給他 火力成功 行動一下 我們就開始在尋找加盟方案 現在你想加盟 我們還不能馬上答應 看一下你的很多條件 能不能接受 你的意見 能接受了 互相調查 再開 不能接受了沒關係 好 那麼加盟 等於你的公司 不管是做美容美髮 還是做好健品 還是做電器 還是做 互聯網 要先接受 TS1 三個月的 補導 因為 你跟人家講TS1 連你自己都沒做到 你不是要喊 但當地就很難啊 當地的企業相信 同意嗎 對 我跟你講TS1 連我公司都不TS1 你就很難相信 這個TS1有效 對不對 所以創作教育在賣我 但TS1在賣 員工 有沒有聽懂 意思 有 所以你的原事業 必須先被TS1 三個月 這三個月 你公司派出三個人 我公司派出一到三個人 所以大概會有四個人 以上到六個人 組成TS1項目組 在你公司裡面 開始開講會 開講會 開練習 表格 幫你們的心頭體系 做一點意見 幫你們的績效管理 做一點意見 你內部 會有人 不一定同意 會反彈 但主要你的心態調整 三個月時間 觀察你的公司 是否已經 有一選你的神兵了 如果你的 當地的每一個企業看到 哇 連你公司管理都好 來參加管理的 你是大酒店 你的早餵一看 晚餵一看 都令當地的企業 誰看完關子 就表示 你身為 酒店的老總 你把TS1做成功了 你的家常行為 開始正式生效 開始 對外 推廣TTS1課程 當地每月開課 開始授卡 總部 供應你授卡 全力 你的當地招生 總部 供應你講師 在當地 講師太過去開班 教材教案 總部供應 總部供應的品牌 IG 平台 還有後續 大量的研發能力 供應 你當地就是運營好 這個 開班的工作就好了 各位 如果 五年前 巨城招聘 開一家巨城分公司 你現在發了沒有 好 如果七年前 巨城招聘 開一家巨城分公司 你發了沒有 好 現在有一家跟公司 可以讓你開 叫TS1 那TS1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 講師是可以被固執的 因為裡面的標準版內容 標準版活動 標準版遊戲 標準版的 教材教案 全部都一模一樣 誰講都一樣 所以PP的講師 會輸送到市場上 你說那為什麼 到底很有效 你先做三個月TS1 你公司有效了 才開始對外銷售 這也是讓你有信心的方法 同意嗎 對 而且不這樣也賣夠 你如果隨便說這項目好 我認同 一定要快點賣 也不行 因為你公司不打到怎樣賣 就不好賣 好 所以 如果你公司進行了TS1的內訓三個月了 沒有被我批准 我說還是不夠規範 那不能六萬太多 TS1的內訓公司要 再賣 再培訓三個月 如果還不行的話 那我們就 幫你 不能跟你合作 開加工公司了 那麼如果成功的話 你就變加工長 所以這是基本的第一步 讓大家明白一下 請問內部啊 建立一個培訓部啊 請培訓講師 培訓經理 人力資源做績效討和 面試薪酬 一個月 一家正常的企業 至少要不要 三萬元的薪水 發給培訓部門要不要 要 因為起碼可以要的 就說我看一下 請問一下 那麼一年十二個月多少錢 三十六萬 而且還不算貴的 普通 對不對 對 你請個內聚資訊講課 一個月一次 還是送媒工修練上課 工資的錢 加盟TS1 加盟費三十萬 三十萬加盟完畢之後 先做理工師的內部TS1 內部成功了 再來一次拜一頁培訓 開TS1的專業公司 跟你公司的話請問開 TS1在當地每月開課 舉個例子 在東方每月開課 在廣州每月開課 你原公司的別工 可免費每月送進TS1 給加盟商的福利跟待遇 就是你公司員 的員工 免費上TS1 都一張卡都給我買 換句話說 你三十萬 當一年的培訓費 也許你還覺得 還貴 但我告訴你 這是兩年 不對 這是三年 不對 這是 四年 不對 這是 不對 這是 只要你的TS1公司 在營業 你原公司的人才 越越進來上 都是免費 各位聽到沒有 是 你不管在外面 花多少個三十萬 都是有時間限制的 是不是 是 你去找一家 管理工人公司 幫你做的一件 顧問八十萬一百萬 顧問在這月也結束 你去找電訊師 在這段花完結束 你去送人工常課 學花完結束 你起碼是在這兒 都不能 你接著一件 一年也得下薪水 三十六萬 對不對 一年三十六萬 這是一年啊 這是一生啊 好 這個 TS1在當地 一跟你合作 開了以後 你雖然內部 培訓都是免費 而且 還被外收卡 換句話說 連這三十萬都可以 回收回來 你公司內部 一毛錢不花 能做內訓一輩子 而且還能 你 一命 還從培訓中 得到別的企業培訓的 附屬利潤 聽董俊說我 開一生 這就是我的想法 為什麼我 明明想培訓我的神兵 我還要被外收卡 因為 我本來也要培訓他們 你們一張卡不來買 我也要開這個培訓 十二月就開始 而還有人要來買卡 送進來 對我來說 連收回身份就不錯了 我還在一天二頭 對啊 所以 我只是把我的想法 告訴大家 讓大家不一樣可以開這家伙 如此而已 有我分公司的地方 我就特別願意馬上開這家伙 比方講北京啊 重慶啊 上海啊 蘇州啊 沒有我分公司的地方 比方講什麼 呃 神都啊 這個這個 內蒙古啊 大連啊 山東啊 我就暫時還沒有 國際論壞想去開家伙 因為 這是由內而外原則 自己需要 才會給別人 現在 您聽懂了 有一張TS1的課程表 發給全場每一個 不論想家中 想來卡 想看課表的 給你一張TS1的課程表 一張TS1的課程表 任何要买卡的人注意到 12个月我们审兵就要接受BSE的第一期课程了 先简单一分钟介绍 大声跟我说一遍 员工不想实现总裁的战略 说一遍 员工不想实现总裁的战略 员工只想实现他个人的战略 员工只想实现他个人的战略 所以你的员工你不要教他 公司要怎么怎么样效果不好 你要问他你想要怎么怎么样 找出他人生最想要的目标与计划 作为每个员工在公司里面 被你管理的原理 你对他所有的管理 都是为了帮他实现他个人的战略 听懂的去说我看一下 请放下这是12月要开的 我为了帮神拼命去他个人生的战略 所以要做一两天的各个战略训练 到时候欢迎珠三角的企业 帮你员工送进来 现在11月了 12月就开开 每月有一次外地的 不可能你一加勾马上就去你那边开课 所以加勾了之后 你这位老板本人每月可以来上 我们也要派人去内部上 最后可以对社会开放 大概到三到六个月时间 后面是咨询加勾的地方 可以找Andy 他已经有完整的加勾方案和同 那么除了实行比总之外 还有其他没有买的 我们都会在二十天几号 二十五号以前 给到所有加勾商 第一批我们的加勾方案 让你们看完双方协商 如果同意的话 就要开始落实下去了 市场很大 产品很好 合作方不错 商业模式可复制 可持续发展 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人去讲课 打的是整体品牌 只要有企业的地方 就有这些痛 就有这个需要 如果你先当消费者慢慢来感受 也可以 不一定要去这家宾 我把个剧情告诉大家了 希望大家掌握了机会 这个我不现场成交 因为这个不是我想推销的产品 这个是你要自己来找我的 好不好 失败时间到八点二十分回教室 八点二十就要回来了